接下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各地的溫度都偏低 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溫度預測 其實明天在清晨呢 持續是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像是在北部地區的溫度 是比較低一點點的 大約是在十五度左右 離島更冷了 以金門為例大約是在十二度 不過白天太陽出來之後 各地的溫度都有往上回升 像是北部地區回升到二十三度了 其他地方呢 也有機會來到二十五度 正於明天的降雨狀況呢 我們從雨區暴圖來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呢 在東北部地區 還是會有明顯雨勢 而到了明天呢 整個東半部地區 要防範會有降雨的機會 東北部地區 偶爾雨勢也會稍微比較大一些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用這個小叮鈴來提醒大家 明天的清晨呢 持續是受到冷空氣的影響 所以是比較冷的 但是白天開始冷空氣減弱 週三開始呢 這個是多雲道晴的天氣 但是早晚偏冷 那麼呢 週六水氣會增加 北東地區也會轉為有短暫雨的天氣囉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您做參考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